乌军对俄罗斯四座军事机场发起了迄今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 俄罗斯又一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普京紧急撤离乌南大量俄军 乌军或许在库尔斯克建立指挥部 川普10月份将会重返遇刺的宾州巴特勒 克锦丽将发表首次政策演讲 前美军士兵认罪出卖军事机密给中共或遭重刑 中共国安封扫台碟 华人爱吃的大米品牌加州国宝米农场将关闭 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来到希望直升TV北美新闻 我是小兰 今天是8月14号 星期三 好 接下来请您观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基辅安全消息人士今天8月14号表示 乌克兰对俄罗斯四座军事机场发起了 期间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 同时 俄罗斯又一个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而俄军也开始回击进攻的乌军 已经从乌南撤回了部分军队 除此之外 有消息说 乌军在8月底或9月初会有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可能会在库尔斯克地区建立乌军指挥部 据路透社的消息说 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俄军式机场 其中包括沃罗涅日地区的机场 这里距离前线340公里 还有巴尔地摩机场距离前线180公里 在瓦斯莱卡机场距离前线650公里 这里是俄罗斯米格31战斗机的主要基地 乌军进攻的目的是破坏俄军利用战机执行滑翔炸弹攻击 另外乌军70架无人机还突袭了莫斯科市中心30公里附近的一个机场 目标是切卡洛夫斯基控军基地 另外有消息说 乌克兰最近成功发售了自杀攻击无人机 击毁了普京专机伊尔96 这个专机价值超过10亿美元 但是这个消息还没有被证实 而泽连斯基发了视频感谢乌军战士 对俄军机场的准确及时和有效的打击 他表示接下来需要导弹系统 乌克兰的合作伙伴的决定越大胆 普京能做的就越少 除此之外 比尔哥罗德州今天8月14日宣布正式进入紧急状态 俄国州长格拉德科夫表示 比尔哥罗德局势相当的紧张 目前已经有至少14个村庄落入到乌军的控制 昨天8月13日 俄军使用导弹无人机向境内的乌军发起了反击 俄国防部发布了苏34轰炸机 对库尔斯克边境地区的乌克兰军队进行打击的画面 8月12日 普京在莫斯科郊外的官邸对官员们表示 俄罗斯将会采取措施 迫使乌克兰部队撤退 并强调俄军正在加快在其他战线上的进攻速度 根据俄方的说法 俄军在为期一周的战斗中 摧毁了乌军35辆坦克 31辆装甲运兵车 并且已经成功的击退了在距离边界26到28公里村庄附近发动的攻击 华日的消息说 美国官媒说 乌军的进攻行动迫使普京从乌克兰撤出了部分军事力量 目的就是要摧毁俄罗斯用于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后勤还有基础设施 据newtalk的报道说 俄军是把更多的前线部队调往库尔斯克 包括战士 炮兵 装甲营 还有战机 俄罗斯主力部队正在苏甲附近集结 集结人数大概增加到1万人 立陶网国防部长也表示 普京正在将部队从加里宁格勒调往库尔斯克 这个路途长达3000多公里 外界纷纷猜测 乌军是否会在半路就用无人机攻击 据political的报道说 8月13日乌军发言人利霍韦表示 俄罗斯已经将部分军队撤出了乌克兰南部的 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返回俄罗斯领土 他说乌军正在密切关注 比尔哥罗德的俄军调动 一旦这里的俄军调往库尔斯克 那么比尔哥罗德的战斗也将打响 哈尔克夫可能马上就实施大反攻 法新社的报道说 美国总统拜登的昨天13日 首次回应了乌克兰的进攻看法 他说在过去的6到8天里 白宫的团队每隔3到5个小时 就会给他汇报更新 这次攻击让普京陷入了困境 而芬兰和爱沙尼亚两国总理 今天8月14日 对乌克兰进攻俄罗斯本土表示支持 军事博主艾利克斯陈 在今天发了帖子说 有消息说 乌军在8月底或9月初 会有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到时将会看到F-16战机 封锁克里米亚大桥和周边的海域 将南部俄军困在那里 最终被迫撤离 他还提到 8月13日乌克兰发布声明说 乌军在俄罗斯库尔斯克继续推进 并没有长期占领的计划 更不会在乌军控制的地区举行公投 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行动 是战略方面的需要 并不是领土扩张 泽连斯基就库尔斯克地区局势 举行了会议 并同意乌军总司令的要求 如有需要 将会在库尔斯克地区 设立军事司令部 这样可以更好地协调军事战争 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乌克兰的记者在苏甲市报道说 乌克兰正在向苏甲居民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包括食品、饮料、衣物等等 乌克兰对这些地区的签证 已经被正式废除了 如果当地人想要离开 他们有机会选择想要撤离的地方 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 川普8月12号晚间 在X平台上接受了马斯克的采访 他说到他将会在10月份 再回到宾州的巴特勒县 也就是此前他经历过一次暗杀的地区 而贺锦利16号也将会在北卡 发表他首次政策演讲 川普在访谈中没有说活动是10月几号 也没有说会是一场竞选集会 但是宾州是关键的战场州 有19张选举人票 川普称赞了一名巴特勒警官 他当时试图爬上枪手 克鲁克斯所在的建筑物的屋顶 川普说如果这名警官 没有分散克鲁克斯的注意力 那他可能已经在这次暗杀中丧伤了 川普还称赞了枪击案当天的观众 特别是坐在他身后的那些观众 他说他们都没有惊慌的四处逃 反而都在担心他 尤其从视频上可以看到 他身后的观众都在看枪手的方向 没有人逃跑 所以他很想见见他们 而前亚利桑那州的州长杜西也表示 他将会背书川普和前电视新闻主播卡利·莱克 2020年的时候 一开始杜西并没有承认拜登胜选 但是后来转变了 他还曾经当众拒接川普的来电 但他现在表示 边境必须得到保障 通货膨胀必须得到抑制 美国必须在全球受到尊重 并且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上至总统 下至参众议员 州长 地方官员 他都会把票投给共和党人 就在马斯克与川普在X平台对话结束以后 马斯克在一个帖子中写道 他会很高兴 以同样的方式与贺锦丽进行访谈 而贺锦丽在8月16日将会在北卡造势 同时将首度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 发表聚焦在政策上的演说 他会把矛头对准企业哄抬价格造成的通货膨胀 这可能会让大企业高层如坐针毡 由于选民不满住房、药品、食品、汽油价格的攀升 所以对拜登的经济政策评价不高 而民主党则将通货膨胀归咎于企业贪婪 指控企业减产提高利润 从2019年到2023年 食品的价格上涨了25% 贺锦丽竞选团队官员说 贺锦丽知道成本太高 会把解决通货膨胀列为上任首日优先要务 但是川普认为 松绑对金融与能源等产业的监管 才能降低成本并刺激经济成长 缓解通货膨胀 而对于川普和贺锦丽 他们双方都提出免小费税的说法 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的高级政策主任 葛德温表示并不赞同 他认为服务业从业者没有理由比工厂工人 或者是护理人员缴纳更低的税金 这样不公平也不合理 据福克斯在8月13日的报道说 今年早些时候 美国前陆军情报分析员舒尔兹 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 罪名包括密谋获取和泄露国防信息 非法出口国防相关的技术数据 密谋非法出口国防物品 以及行贿公职人员 最高可判坐牢65年 舒尔兹承认了相关的重罪 他在军中持有最高级别的绝密特殊访问许可的安全权限 他窃取了大量的敏感军事信息 并向中国传递 涉嫌金额是4.2万美元 起诉和认罪文件说 舒尔兹向一名据信与中共政府有联系的香港人 出售了机密信息还有文件 这些敏感的文件涉及多个重要的军事装备 包括HH60直升飞机 F22A战斗机和海马斯火箭系统 舒尔兹还向对方提供了有关中共军队战备状况的情报 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司助理部长奥尔森在声明中说 被告滥用职权 将外国人出售敏感的军事信息 这种行为严重危害了美国的安全 他背叛了军队的信任 仅仅是为了一己私利 这次认罪应该给那些心存不轨的人敲响警钟 任何背叛誓言的人终将被揪出来并绳之以法 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处执行助理主任威尔斯也说 中共一直在试图窃取美军的机密和国安资讯 而这个案件应该给所有考虑背叛国家的美国军人 一个深刻的教训 在法治国家 任何违背公众信任的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们将竭尽全力保护这些信息 不落入敌对的国家之手 美国陆军反情报部门 还有联邦调查局 正在对这个案件进行深入的调查 如果法院对所有罪名都判处最高刑期的话 那么舒尔兹可能会面临65年的监禁 联邦地区法院定在2025年的1月23号 对他进行最终量刑 中共国安部最近发布了坚决打好涉台 反分裂 反间谍斗争的声明 并且宣称他们取得了重大进展 成功破获了上千起台湾间谍案 摧毁了一大批台湾的情报网 但是台湾陆委会讥讽到 中共夸大其词 滥捕无辜的台湾人 强行扣上台谍的罪名 而前国大代表黄鹏孝警告台湾人要远离中国 黄鹏孝以亲身的经历讲述 台湾在两讲时代确实曾经热衷派遣 谍报人员前往中国进行所谓的敌后工作 当时中共称这些人为国特 国民党特务 黄鹏孝说 在国府迁台初期 所谓的大陆工作主要是由国民党 中央党部的第二组负责 并由郑建民上将领导 黄鹏孝也是在退伍以后加入了这个情报组 他曾经在李登辉总统的指示下 多次前往上海 完成了对浦东新区的考察 并且撰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 当时还引起了美方的关注 然而后来有了变化 1999年 军情局的少将刘连坤 因为身份败露被捕 导致台湾的谍报活动遭到严重的打击 许多情报人员的被捕 随后结束了国特任务 在之后 马英九总统任内 随着两岸和平协议的推进 谍报人员的敌后派遣已经逐渐停止了 导致台湾多年建立的情报网瓦解 这也是陆委会反讽中共国安部的理由 说他们罗知罪名烂捕台湾人当业绩 黄鹏孝以亲身的经历者的角度 敌述了中共国安如何无视人权 只为业绩而随意扣押台湾人罪名的例子 他说 台湾商人李孟居 因为在中国拍摄了一些无害的照片 最终被中共以间谍罪判刑 无辜入狱多年 黄鹏孝还警告 这样的例子并非是独立事件 中共鼓励举报各类危害国安的行为 甚至会以有罪推论的方式对待被举报者 让他们难以自证清白 黄鹏孝还强调说 台湾人应该远离中国 以确保自身的安全 海外华人所熟知的 加州生产锅宝米的家庭农场 将会从今年秋天关闭 不再出售新米 不过会有一家公司接手 严格按照协议继续生产锅宝米 因为生产成本的上升 包括水费 有机肥料 天然气费用的飙升 以及保险费 设备支出和人工支出飞涨 这座经营了将近100年的日裔家族农场 不得不宣布停业 国宝米从60年代起就是因为高品质 在美国市场上脱颖而出 尤其是亚裔社区对国宝米更是耳熟能详 是多家餐厅不可或缺的米饭类来源 日裔杏田晋三郎1908年从日本冲绳移民来美国 他在97年前创办农场 他被称为加州稻米之王 目前农场是由第三代传人罗宾和罗斯经营 罗斯告诉纽约时报说 他们家族一直致力于种植产量特别低的传统水稻 多年的挑战已经超过了他们可以负担的范围 罗宾和罗斯已经年近60 他们没有家族继任计划 幸运的是 杏田家族将农场的五个商标 授权给了古物制造商Winter Foods 他们将严格按照许可协议继续生产国宝米 根据这个协议 杏田农场的包装将基本上保持原样 希望之声之旅是一个可以让您信任的旅游服务 精品小团不购物 行程不改 不拼团 获得团友的一致好评 这是一个非常精致 细腻 高雅 非常温馨的团 我们的成员在一起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觉得整个人安排非常好 设计的很全面 这样一个团也是很幸运吧 跟希望之声的旅游团很开心 9月的东欧充满了童话还有浪漫 德国 捷克和奥地利三国却又在历史的洪流中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路 这是一道什么样的历史与景色呢 10月11月份日本台湾双导游 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 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 以上名额有限 赶快加入我们的旅行团吧 北美热线1855-955-5227 也可以发邮件联系我们 或者点击置顶留言中的链接 好 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北美新闻 也请朋友们别忘记点赞 订阅 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也请您帮忙订阅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天的精彩节目了 我是小兰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